嘉義市場選舉結果出爐 國民黨籍黃敏惠獲近六萬票成功連任 今年入東最強横流 新北市撲跪腳五點七度 臺北側站也只有九度 南方澳礦大橋歷經兩年五回月重建 十八號正式同車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十二月十八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黃立偉 二零二年縣市長的選舉延長賽 嘉義市長的選舉今天投票 剛剛結果出爐 國民黨籍候選人現任市長黃敏惠 拿下了五萬九千八百七十四票 大勝綠營對手李俊毅贏了兩萬七千多票 成了史上首位四度當選同縣市的地方首長 整體的投票率近四成四 黃敏惠在傍晚五點十五分 已經自行宣布當選 我們來看看公視記者陳煥宇 孟充全在現場的報道 主播界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這個國民黨嘉義市長候選人黃敏惠 他的競選總部這邊 你可以看到現場這邊其實非常的熱鬧 有很多的支持者是到了現場這邊來坐著 是因為呢他們已經在慶祝黃敏惠他當選的 這樣的一個消息 因為呢在這一次的這個嘉義市長選戰當中呢 雖然今天是嘉義迎來了這一陣子最低溫 所以投票率只有大概四成三左右 是比九合一大選低了一成是歷屆最低 而以這一次的這個選舉人數 二十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人來算的話呢 這個當選門檻會是在四萬六千零七十七票左右 不過呢在這個五點半左右的時候 其實競選總部這邊就已經有宣布說 這個票數是大贏了這個對手李俊逸 差不多兩萬三千票左右 所以黃敏惠呢他也是跟著在五點半左右呢 他就已經到現場這邊來 然後宣布自己勝選的消息 那我們呢也來聽一下他稍早的這個訪問的內容 我也謝謝我們的對手 因為在過程當中他有提出質疑 提出批評或者提出建議 這在在的都是第一 讓我們有說明的機會 反而我想說明的更清楚 讓大家了解 所以我們也看到原來有哪些是盲點 沒有說明溝通清楚的 我想這也就是一個最好說明的機會 所以也謝謝相信看到了自己主動才了解 原來背後有他更不一樣的意義 所以我非常謝謝對手所提出來的 哪怕是任何的計畫 我想只要好的我們一定做 只要是相信需要的 我們一定做 代表民進黨參選嘉義市長的候選人李俊逸 這次以三萬兩千七百九十票落敗了 未能翻轉成功 而稍早五點半李俊逸也出面感謝選民的支持 他表示已經致電恭喜黃敏慧勝選 公視記者王柔廷 陳顯坤稍早的連線報導 好 主播記者目前所在位置是在民進黨嘉義市長 候選人李俊逸的競選總部現場 就在他的對手黃敏慧在五點十七分左右 自行宣布當選之後 五點半左右 李俊逸也出來受訪 宣布自己敗選 我們要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我每天站在路口 每天一步一步走 沿路在掃街 很多人都給我鼓勵 很多人也給我反映說 自己需要改變 雖然我們不成功 但是我們繼續檢討 我們願意在哪裡 我們未來要怎麼努力 我也特別感謝 我們站在這裡所有嘉義團隊 我們是否讓我們這裡嘉義團隊 一趴一下 好不好 這次黃敏慧是以超過五萬票的一個高票當選 李俊逸說所有敗選的責任 他自己一個人扛 他也會來檢討在這個過程中 是不是有哪一些部分沒做好 他是在現場率領著他的競選團隊 深深的一鞠躬 感謝鄉親一路來的鄉挺 而李俊逸透露他剛剛是已經有打電話給黃敏慧 恭喜他連任 他也建議黃敏慧能夠在自己競選期間提出了證件 像是一些社福證件讓黃敏慧能夠參考 因為是希望嘉義士能夠越來越好 以上是現場掌握到的訊息 我們先將鏡頭交還給蓬內主播 嘉義市長的選舉 國民黨黃敏慧以現任優勢固守基本盤 成功擊敗民進黨的李俊逸 這也代表九合一大選正式落幕 國民黨十四期勝過民進黨的五席 不過學者分析 國民黨整體的選票沒有明顯增加 而是否能延續氣勢到二零二四 有待觀察 二零二九合一延長賽嘉義市長選舉 國民黨及現任市長黃敏慧連任成功 打敗民進黨對手李俊逸 這一次選舉投票延後加上寒流來襲 投票率不高的狀態下 國民黨依舊固守基本盤 嘉義市長選舉結束 也代表二零二二的九合一大選落幕 這一次地方縣市首長 國民黨拿下十四席 民進黨五席 民眾黨一席 五黨籍則是兩席 國民黨尋求連任縣市都守住 民進黨則是慘敗 不過學者認為國民黨選票並沒有明顯增加 是否能夠延續氣勢到二零二四 還有待觀察 學者分析 民進黨此時檢討 需要盡快找出流失選票的原因 接下來臺北市立委補選 以及內閣改組都是指標事項 而國民黨也沒有自滿的空間 兩黨自己內部 是否能夠整合成功 也是接下來二零二四的關鍵 記者 韓英張子佳綜合報導 今年入冬首波寒流報導 今天全國最低溫出現在馬祖南竿的五點一度 而本島頻率最低溫 在新北市的富貴角只有五點七度 臺北站也只有九度 氣象局提醒民眾今天一整天都會非常寒冷 尤其入夜後 西半部地區要留意 輻射冷卻 不排除空曠地區 可能會出現六度以下低溫 樹枝結霜 山頭一片銀白 宜蘭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淩晨雖然溫度低於零度 但是水氣不足 未如預期下雪 不過仍有大批遊客上山等雪 氣象局表示 受寒流影響 十八號清晨 各地都出現了入冬以來的新低溫 馬祖南竿就出現五點一度低溫 而本島平地的最低溫 在新北市的富貴角僅有五點七度 而臺北站僅有九度 時暴一整天各地天氣非常寒冷 而入夜之後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溫度可能再低 我們預計寒流影響時間點會持續到明天的清晨 今天夜裡到清晨會有非常強的輻射冷卻效應 要再次提醒 尤其是西半部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輻射冷卻 可能會帶來沙灘六度 甚至是五度的低溫 一直到十九號週一白天起 各地才會逐漸回溫 不過週三又會有大陸冷氣團報導 北部低溫會降到十一度左右 而週末適逢夜旦假期 會再有一波冷空氣報導 強度可能再達到寒流等級 記者綜合報導 受寒流影響 河環山昨天入夜後 氣溫溜滑梯加上水氣充足 今天凌晨兩點左右 短暫的下了一場雪後 就轉為冰線 讓不少民眾相當興奮 而另外武林農場附近臺七甲四十五K 寺院牙口也出現了霧松美景 不過苗栗有登山對在十號攀登中雪山 有一名靈性的登山客失聯 救難人員截至今日 仍在低溫中找人 民眾在河環山五嶺停車場等了整夜 終於在半夜兩點 等到今年第一波降雪 但只有持續幾分鐘後 就轉成冰線 雖然如此 山上還是擠滿賞雪民眾 要來體驗難得的景色 根據奇想局的資料 荒環山白天的溫度約再負一度左右 但因為太陽露臉氣溫慢慢回升 水氣也相對不足 前一晚累積的冰線已經開始融化 不少民眾還是把握時間 將冰線堆成小雪人 玩得不亦樂乎 而松雪樓也表示 白天以後就沒有下線的情況 冰線融化路面 並未結冰結霜 武林水晶翁路段 並未限制掛雪鏈通行 而低溫報導 位在武林農場附近的台七甲線 四十五公里處的思源崖口 海拔高度約在一千九百四十八公尺 也出現霧松的美景 山林和樹梢都被染成銀白色 彷彿灑了糖霜一樣 也讓許多上山遊客相當驚豔 溫度 零度附近 結成了漂亮的霧松 繪在樹上 石頭上 形成非常美麗 類似雪景的 北國風情 而雖然寒流來襲 舊南源還是持續 在苗栗和台中交界的中雪山上 冒著零度低溫搜救登山客 苗栗縣消防局表示 十號有十六人的登山隊伍 在登頂中雪山後 成員四十三歲的零姓男子 反乘中在太陽向了二三零到失聯 即至晚間還在擴大搜尋中 而全臺氣溫 驟降心血管疾病 送醫的民眾也增加 從十七號傍晚至今天的傍晚 光是短短一天內 全臺就有至少六十八人猝死 而另外新冠本土病例 今天再新增了一萬五千零三十四例 確診的病例數比上週日多了一千例 增加約百分之七點一 國內新冠疫情持續升溫十八號 在新增一萬五千零三十四例本土個案 八十九例境外移入三十例死亡 新增的病例數比上週日多一千例 增加約百分之七點一 有醫師就預估 疫情已經連十日升溫 是新一波疫情再起的訊號 如果說發現我們的最高峰或是週總確診數 已經有超過上一波BA.5的情況之下 那其實要特別注意一下 會不會有造成我們醫療量量的負荷上升 而全臺激動氣溫奏降 使得心血管疾病發生率升高 從各地消防局的統計可以發現 截至十七號傍晚 臺北市十一人到院後搶救不治 新北市十一人送醫六人身亡 彰化縣至少四人到院前無心跳呼吸 光是短短的一天 全臺至少有六十八人猝死 醫師表示從研究顯示到醫院的猝死患者 很多是在室內死亡 室外反而少 尤其長者心血管疾病用藥者在起床時 可能會發生滋事性低血壓 出現頭暈而跌倒 因此建議起床前最好在被窩當中動一動手腳 適度的賴床再起身 記者會由張國良推報導 中國清零政策轉彎後 疫情迅速蔓延 導致北京十幾家政府指定焚化 確診過世患者的火葬場 因員工確診增加人手不足 較像死亡人數暴增 出現大排長龍的現象 中國流行病學專家表示 預計中國這個冬季 新冠疫情的傳播率將達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死亡人數最少將有十二萬六千人 殯儀館外車列大排長龍 火葬場前 還有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 忙著把棺材運到大樓裡 中國清零政策轉彎之後 疫情迅速蔓延 各地確診患者急速增加 北京十幾家政府指定 火化確診過世患者的火葬場 因為確診員工增加人手不足 加上死亡人數暴增 出現了大排長龍的現象 有骨灰彈業者透露 從7號開始放寬防疫政策之後 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數就比過去高 北平東郊一家殯儀館也表示 一天火化至少三十到四十具確診患者的遺體 而為了防疫 北京當局開始使用新冠噴霧疫苗 為民眾接種疫苗 而中國在放寬防疫政策 並且開放社區發燒門診之後 各地醫院的發燒救診患者 人數呈現倍數增長 就連北京體育館也改成了臨時發燒門診 剛剛開放的時候那段時間 然後我們醫院的發燒門診和急診室 暴增的門診量 然後我們的每天的標本量也是特別多的 然後這兩天還慢慢有所緩解吧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 吳尊友十七號出席財經週刊舉行的年會 財經年會二零二三演講時提到 中國入冬之後 新冠疫情的傳染率將達到百分之十到三十 中國疫情預計形成一風三波 分別是十二月中旬到一月中旬 以城市為主逐漸蔓延的第一波疫情 跟春期前後民眾回鄉過年 跟返回工作崗位的遷徙潮 會各自形成一波疫情 越過東京因為染疫死亡的人數 最少約有十二萬六千人 最高將達到六十七萬兩千人 國人信任陳頌彬儀 彬儀延長方案年底前是否會公布 行政院長蘇貞昌強調 已在最後整理階段 有最新的做法會適時向國人報告 不過兩岸關係緊張 美國CIA中情局長伯恩斯示警 臺灣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大 還說習近平已下令要求共軍 在二零二七年以前做好戰爭的準備 兵役延長方案外界關注 年底前是否會公布 由於距離年底只剩兩次行政院會 何時能拍板 行政院長蘇貞昌強調 已在最後整理階段 兩岸關係緊張 不只國內聚焦兵役問題 國際更關注台海局勢 美國CIA中情局長伯恩斯示警 臺灣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越來越大 還說根據CIA情報 習近平已經下令要求共軍 在二零二七年以前做好戰爭準備 應對共軍威脅 國軍也持續增強防衛能量 船出海軍完成東部地區機動中隊部署 將進駐熊三熊二等飛彈機動發射車組 未來也將搭配部署 暗置魚叉飛彈 海軍低調回應 兵力整艦及部署都會依照敵情威脅 作戰需求以及國軍整體防衛構想 妥善完成規劃 北韓日前才公布成功測試了高推力的固體燃料引擎 十八號分別在當地十一點多跟接近十二點十 前後各發射了一枚彈道飛彈 預計掉落在日本經濟海域外 這是北韓今年以來第三十五次發射飛彈 中繼今年發射飛彈已經超過六十枚 除了也讓日本政府除了譴責外 再次向北韓提出抗議 這個月十五號北韓官方媒體勞動黨報 才剛報導成功測試高推力固體燃料引擎 十八號當天的十一點十一分跟五十二分左右 北韓從東倉嶺地區先後各發射一枚彈道飛彈 北朝鮮本日十一時代 2月的彈道飛彈 發射了 詳細是現在分析中 落下的是 朝鮮半島東邊的日本海 根據了解北韓以高仰角的方式發射的兩枚飛彈 都是中程飛彈 預估飛彈飛行約五百公里 高度達到五百五十公里 日本政府表示 根據飛彈飛行的軌跡沒有變化來看 這次發射的飛彈是一般炮物現行的飛彈 而這也是北韓今年以來第三十五次發射飛彈 飛彈總數超過了六十枚 其中還有一枚包括能夠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飛彈 讓日本也再次譴責北韓違反安理會的決議 並且向北韓提出強烈的抗議 另外這個月十七號是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恩 逝世滿十一年的日子 許多北韓高層官員都前往錦繡山太陽宮 進行參拜追悼 但北韓媒體朝中社公布的照片中 卻沒有看到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跟親妹妹金與正的身影 南韓智庫同一研究院分析 因為北韓十二月下旬要召開勞動黨 中央委員會總會 金正恩可能因此前往革命聖地白頭山籌劃 才沒有出席父親逝世的紀念活動 關心院陳頌秉 宜蘭南方二跨港大橋 經歷兩年五個月重建 今天下午終於要開放通車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 這座橋是以一百年耐用年限來設計的 比國內一般橋樑五十年標準還要高 而至於未來新橋的管理養護 經過多方的開會協調後 決定由港務公司來負責 趕在開放車輛通行前 許多民眾在橋上合影留念 因為等了兩年五個月的重建 宜蘭南方澳大橋終於完工 在十八號正式通車 我們這幾年來在大橋重建的過程中 充滿了考驗 除了對舊橋的拆除 新橋的設計重建 而且還要面對我們疫情的挑戰 那方澳大橋的開通旗幅儀式 總統蔡英文和行政院長蘇貞昌等人 都親自出席 而回顧這座大橋在一百零八年十月一號發生坍塌 造成橋下三艘漁船受到波及 六名外籍漁工死亡 回想當時可怕的情境 驚險逃過一劫的駕駛 仍舊歷歷在目 新橋重建在隔年七月開工 斥資九點八億 全長是七百九十六公尺 交通部強調耐久年限為一百年 有抗腐蚀以及耐震的設計 比起國內一般橋樑五十年的標準還要高 新橋和舊橋最大差別 就是航道進高以及橋面都有拉高加寬 並且將原先的混合車道改為汽機車奔流 至於南方澳大橋後續的維護管理 最後仍舊決定由港務公司負責 南方澳又稱青雲之鄉 因此新大橋的造型元素也融入在地 採用大型青雲的意象象象徵大於入港 漁獲崩收 希望連結觀光行銷 讓橋樑成為當地的新地標 記者綜合報導 勺子化衝擊下營運困難的私校 如何退場 備受關注 教育部今天召開第一屆私立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 出席委員通過對花蓮縣國光商工等六所 已經停辦的私校 依據今年五月上路的私校退場條例 辦理清算剩餘財產 結算後剩餘的財產必須歸功 少子化海校衝擊 教育部退審會依據私校退場條例 通過包括花蓮縣國光高級商職 台南華季永安高中 還有雲林屏東嘉義等六所私校 辦理解散清算 六校都市停辦屆期滿三年 未能覆辦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的財團法人 解散後校產將只能捐贈給退場基金 政府機關或是公立學校或是歸屬學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教育部表示 這六所私校在退場條例上路前 都已經被教育部依照私校法按照程序解散董事會 部分學校曾經提出改辦計畫 但是都被駁回 目前六校都還沒有完成解散董事會的程序 形同停辦多年卻未退場 教育部將督促各法人儘速完成 對此全國私校公會提醒 教育部可以對私校改辦 訂出更明確的SOP 問題出在於 教育部改辦的一個制度還沒有成熟 那目前的狀況是摸著石頭過路 對於有心 透過校產繼續做公益的學校 全國私校公會分析 不少私校位處相對偏遠區域 若是可以改拜為文教或是公益機構 對在地有很大幫助 呼籲教育部在防備之外 也可以更多元考量 協助有心投入公益的私校轉型 全球H5N1型禽流感嚴重 農委會防檢局十七號公布 主動監測發現嘉義東石一處的翻壓場 與一處的肉壓場都已經 肉鵝場都已經確診感染 H5N1亞型的高病原性的禽流感 農委會表示由於是經由候鳥傳播 是否還有感染增加 未來一周是關鍵的觀察期 但目前不會影響產業 防疫人員全身裝備進到這處養兒場 進行全場的撲殺 因為為在嘉義東石巷的這處肉鵝場 和另外一處翻壓場 都被驗收的感染H5N1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 嘉義縣加處疾病防治所 趕緊也對周邊監測 也分別撲殺了四千六百二十一隻 正翻壓和一千零六十六隻的肉鵝 由於該肉鵝場是今年 感染H5N1首座養兒場 相關單位不敢大意 根據農委會的統計 今年至今確定感染 其撲殺的禽場有三十四例 而H5N1高病原性禽流感 在今年十一月在宜蘭五節被發現後 陸續在台南的關田和高雄路族 都傳出被感染 農委會指出 由於是透過候鳥傳播 未來一周是觀察的關鍵 農委會指出 因為最近天冷 透過候鳥遷徙將新興的禽流感 傳入我國禽場的風險高 場地也因為高度緊迫 容易造成快速的傳播 提醒業者要加強阻絕外來的禽鳥 但是目前尚未傳播到入禽 而且今年將要使用的數量 也已經宰殺完畢 暫時對產業不會造成影響 接下來就提供您全臺各地的氣象資料 南部地區最低溫7度最高溫23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8度 最高溫20度 回到最低溫7度 最低溫7度最高溫18度 我們來關心明天的空氣品質 北部雲加南高坪都是普通 竹苗中部都是良好 伊朗華東京門澎湖良好 馬族普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收看 出去玩 中文字幕提供 我們回目有的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